各位AM730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彈羊長久的導演 竹志賢 莎莎 大家好 我是吳康仁 我叫我媽媽 我爸爸 他媽還是很好的手 其實我看完劇本就喜歡 好像跟他說我想演出 但是我都有給我自己一些時間去想 如果需要多少時間去準備這個角色 那時候我想可能不是很簡單 你人飛去 飛來香港就可以拍的 我覺得需要一個月 所以我告訴他 如果拍之前給我一個月行不行 住在香港行不行 但是酒店你去玩 你找一個酒店給我住 其他我自己準備 作為導演可以做我們的劇組 我們當然希望你早點來 你又可以 第一 我是很著重拍戲的 如果他不給一個月出來 我想我們根本做不到 現在大家呈現到 為甚麼畫面可以這麼和俠 一起出去玩 每一個女兒都有 第一個就是跟小朋友 我們就一起去打摩天輪 坐電車 吃飯 香港一天有 接永恩放工 她在定樂餐廳 定樂餐廳 好Romantic 好奇怪的 真的很怕 因為不是 全部的人很多 但是我過去之後 哇 這麼多人 死了死了 會不會其他人 認識我之後 誤會我在香港交小女朋友 因為好像是小女朋友的感覺 永恩他就私底下 因為他們有很多打鬥的戲 我想默契是要兩個配合的 他就自己約了他 譬如Angela 我們也是拍完戲之後 最容易熟悉的方式 就是我們一起打麻將 開拍之前 真是甚麼都聊 你有沒有男朋友 跟爸爸說 你爸爸媽媽對你好不好 你之前交過幾個男朋友 不可以說謊 你之後想不想做演員 開始拍之後 其實我們聊天的機會少了很多 因為我的氣氛真的很重 氣氛很不好 因為是大家的關係不好 真的 加上我都是很餓 很餓 我真的 越拍越沒有心情 跟其他人聊天 沒有心沒有力 沒有跟我聊天 我真的心情上面很煩躁 是 是 心體都不知道 因為不知道 我打不開 不知道自己的心體 但是 情緒都有一些變化 但是我希望 不可以影響到其他演員 我自己 所以如果他們吃飯我就走 我走開一點 他們笑 他們聊天 因為三四個女生 跟我們一起 真是很吵 很吵 真是 真是吵到我真是 唉呀 我想留人都沒有力 沒有力 都說你們聊 我走了 我走了 不要啦 但每一次說 說出不要之後 可能過一陣子 真的看到一個很好的期盤 真的 都不要緊 不一定是怨婚 是的 是的 又沒有 因為始終他做作者 或者做編劇也好 我覺得要誠實 要不然其實觀眾 或者讀者 一定看得穿 但你不需要誠實到 真是赤裸 你可以偷龍轉鳳 可以變換中間一些東西 但是你的態度 是要誠實 情感要是真實的 始終半自轉 有很多都是創作的 所以其實 認識生活中 我跟爸爸的結 可能比較多是中學的時候 因為好像大部分的 叛逆時期 那時候會跟父母也有些抗衡 跟父親會有些抗衡 但其實去到大學 或者出去工作之後 其實我跟爸爸關係是OK的 比電影入面是很不同的 我跟我的關係比較像朋友 我記得這部電影之後 上一兩個星期 他也有來看我的電影 尷尬是甚麼 是我演的 那個床戲那天 我真的尷尬 除此之外 是沒有尷尬 我爸爸反而沒有 是我自己看的 我自己覺得 真是被爸爸媽媽看 你覺得有點尷尬 真的緣份 真的剛剛好 我爸爸改了身 我跟我爸爸關係 都有點像 戲裡面的 子緣和爸爸的感情感應 是好的 但是為什麼 什麼時候開始不好呢 就慢慢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 真是慢慢的 但是我爸爸和媽媽分開了 真是感情就越來越不好了 所以都要喊咬的時候 但是現在他們走了 我都希望 因為真是很遲 那個雷鳴的 我把樓中之好 我都要一起 航街的時候 還走樓中後 航街 訂完樁我就走出去了 去練習走路啊 那我也有看到一個 街上的玻璃 其實我自己也會嚇一跳 我覺得自己 跟爸爸還是很像的 不可以否認的 其實我有嚇一跳 就是原來我老了 也是跟他很像的 就是你再不 你再不喜歡 或是你再 對你爸爸有意見 其實你在看你自己 其實你就像 跟他是一面鏡子一樣 那也很像 電影裡面的子緣 子緣跟爸爸的一樣 其實他們的個性 有時候也是有一點像 他們的個性也是倔強 也是不服輸 可是 可是其實有時候 你們看不到自己的缺點 但是因為像所以彼此討厭 這個就是婦女 這個就是家人之間的關係 但是 一個人的一生中一定有遺痕的 我覺得 那個遺痕不可能是先知道的 不會的 一定是發生了之後 然後才覺得 那時候如果多跟他聊聊天 多跟他說我放下了 我原諒你了 真的會不會變成另一個關係 真的你不知道 那時候我爸爸走了 收到這個旗盤 我真的覺得 哇 是不是上天給我一個機會 是啊 給我一個機會 跟我自己學 好不好 不是原諒我爸爸 不是 是給我自己一個 原諒我自己的機會 可能是不是那時候 是 多點時間打電話給他 還有是不是跟他聊天 告訴他 其實我不是非常之 我不是很討厭你的 不是的 只是我不知道跟你說什麼而已 其實 對 單情會不好 但是 就是這樣 就是人生就是這樣 我覺得 最後 電影看到的 子媛的最後 導演演的那個 電梯上去的最後一幕 那個背影 我覺得 哇 很觸動 因為 那個感覺就像是 電梯是上馬 上馬 感覺是他 他要帶著你 他要帶著你 拉開你 跟一個 某些東西的距離 但其實那個東西 又是他小時候 曾經去過的地方 所以感覺 就很像千言萬語 在他的正面 可是他的正面 已經跳掉了 所以只有在他的背影 感覺 他好像要出發了 他好像要重新的 review review他自己的人生了 我會覺得 好像是不是 我們都需要這樣 有一段這樣的過程 只是希望大家不要每一次都 在一個人 離開你之後 才有這樣的心情 要真的要珍惜當下的感覺 但是香港的電影有很多不同的類型 所以我都不覺得我真是認識香港做電影人的環境 可能都需要拍多一點心情 你印象中的香港電影是這樣 但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有不同的風貌 所以感覺很像 很像我自己是一個新人 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希望這個蜜月池可以 可以很安然地度過 哈哈 哈哈哈哈 Hollywood的電影都挺好的 Hollywood 其實我 我覺得我自己不是非常商業的演員 我以前都還怕藝術片出來的 商業的東西是因為大環境有需要才演 感覺好像其實我比較偏向藝術片多一點 只是好像大家認識我的是商業片 這就是很現實的問題 你拍藝術片沒有人認識你 但你要拍商業片才會有人認識你 但我覺得多拍什麼都可以拍 也許 一個影韻一三 究竟會拍多少片你不會知道 對 都會希望多拍一點 您是部分人靜點 我們是不是有貧窄